现在大家都说这个房市不景气 但是怪的是停车位却变贵了 房仲统计台北市平面车位的价格 平均落在快要200万 是达到了197.2万 比去年还要高 其中内湖区涨最多 涨了快要三成左右 小小的一个停车位 要价却高达200万元 在房市不景气中 投资停车位 俨然成为另一个新宠儿 根据房仲业者统计 平面车位价格平均落在197.2万元 与去年相比涨幅2.9% 其中以内湖区涨26.9%最多 价位达到153.5万元 而北市的机械市停车位 相较去年下跌3.1% 但还是要108.1万元 金额相当惊人 台北市的每个行政区 它的涨幅大概在3到5%不等 其实这个涨幅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你投资今年买房子的话 可能会面临付报酬 可是停车位却是正报酬 这一来一往之间 价差拉到将近10%的报酬率 在房市冷清的现况中 停车位价格的稳定成长 成为投资者新的标的物 但还是要注意 停车位的格局及产权 未来转手时才能较为轻易 车位的位置不好 刚好卡在梁柱的中间 你的进车跟倒车都会有问题 尽量找平面车位来投资 或者是即使你要支用 也是买平面车位 为什么 因为机械车位 它会有机械故障的问题 你如果一故障那就很麻烦 那以后如果造成损失的话 可能会面临 乘租者球场的问题 停车位到底能否投资 还是见了见智 毕竟成长幅度稍微缓慢 但至少在房市布景气中 多了一项投资新选择 UDN TV 李某山 陈瑞威 梁立林 台北报导